但是只要我们开局把这个眼做出来基本上就赢一半了 因为我们只要知道对面是红开是蓝开的 然后适当的进行反蹲就很容易了 因为对面这个打野前期也是偏抓的那种 他如果要速射的话我就先抓 他不速射的话要抓人我就直接反蹲 Q错了的F6 看一下对线怎么说 中路有残血 眼圈也不在中路诶 他不来抓中路吗 去上面 去上面了去上面了 我们这波可以上去反蹲的 因为对面上单也是带点燃的 而且我们上单在压线 这种时候不要刷野怪啊 你看下路打成这样的眼圈都没露脸 果然在上面 这一波要么就约他上路 要么就拿线权去做入侵 反正这种时候不要无脑刷野了 一定要记录这个重点 预判闪现 可惜了 闪得好快 但我们是肯定不亏的 我们是肯定不亏的 这个兵线 只要到面能溢倒 为什么舍不得放敌人 吃你一个兵线 下路是应付 我们来下路找一波机会吧 这里其实上下都可以 这一波上下都可以 但下路有两个人头 所以我们就选择去下路了 没闪 盐圈也没闪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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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确实没什么机会 那就刷了野怪吧 补一下状态 补一下就一直说错了 刷了野怪直接回家了 直接回家了 这波可以上来反顿对面打野 他打野杆在下面 这波可能要上去的 反顿不到的话 其实也可以配合刀妹 越这个没有闪现的上单 来中路找人 抓机会 对面中路现在状态不是很好 来常识性的抓一波 刚好在这里 我遇到对面盈去了 抓不到 拉倒 拉倒无所谓 抓不到就抓 就不抓 就这么简单 抓不到就不抓 我6级了 有这个妈扎哈大招了 那就好说了 寒冰直接闪现 减速就很好了 闪现 先偷他大招 二段E上来 像这种情况就很好抓到了 E闪现 直接偷大招 直接吸 直接一个E闪过来就吸 直接秒 萨拉斯这个英雄其实不难 只要你QE放的好就可以 基本只要技能群众 抓人伤害都是够的 结束 不讲理的 这就是赛拉斯的伤害 不讲理的